据新闻周刊近日报道 曾在2017年至2019年 担任前副总统彭斯 新闻秘书的阿丽萨法拉说 彭斯因为1月6日 美国国会大厦遭起事件 而对特朗普感到羞耻 并将在2024年大选中 争夺其基本盘选名 报道称 关于2024年的猜测甚嚣陈上 特朗普和彭斯 在最近的公开露面中 均发表了竞选式演讲 两名两人可能都在为重返 政治舞台打基础 在确认拜登赢得选举胜利以后 彭斯跟特朗普的关系出现破裂 彭斯遭到这位前总统 及其粉丝的鄙视 法拉近日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节目中说道 我知道彭斯对他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 感到自豪 但我也知道他对1月6日的事情 感到羞耻 对这位前总统的行为感到羞耻 当被问到彭斯是否会参加 在2024年大选与特朗普对阵时 这位前助手预测 彭斯将发起总统竞选活动 试图讨好去年11月份 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数百万美国人 以及被特朗普疏远的共和党选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特朗普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特朗普的视频